台灣的住民景點的話 其實你就找一下那個 比如說那個Google 就是說Google一下 你就會可以發現台灣的住民景點 第一個這邊就有個連結 裡面都會相關介紹 那當然這邊幾個景點 一般都會有人寫部落格 不過有些時候你會發現 部落格裡面 其實還是常有一些業配 比如說你看他有時候介紹某一些餐廳 其實或多或少 是不是說他有那個一些目的性的 慢慢就是好像越來越少 就是沒有目的性的 所以像我自己 比如說我想要去 某些景點 比如說去旅行的話 那有時候我會通過像Google的地圖 那Google地圖裡面的話 像我自己個人習慣 就是說比如說到一個地方 假如說好了桃園好了 附近哪裡是好玩的 那我個人習慣就是我會在這邊 輸入什麼 輸入那個景點 比如說當然我不知道我就輸入一個景點關鍵字 景點這個關鍵字 那他就會自動幫我把那個什麼 附近的景點就幫我把它 列出來 那我另外一個習慣就是說 我會找那個景點裡面 相對那個分數至少是 在幾顆星 至少要4顆星以上的 那你可以看到 那個在附近景點 比如說桃園地區的景點 好像景點分數最高的 目前看起來好像是這個什麼 澳爾森林學這是什麼 這你們有去過嗎 這個是一個公園 公園路42號 OK這個景點還蠻新的 我這邊沒去過 其他像這個什麼 三角埔 4.4顆星 那其他大溪老街這個應該是已經比較 比較著名的景點 其他像湖頭山公園 或者是什麼文化公園等等 OK 那還有什麼 百年 大榮樹 OK 像我自己的習慣 如果我沒去過 假設我想去的話 那有時候我會可能會這樣 就是點選他之後的話 稍微看一下一些相關說明 其實還蠻多人去的 可能就看一下他的什麼 他的一些照片 這是要收費的 還是免費的 OK 看起來好像蠻不錯的 不過應該是兒童景點吧 大人應該不太會喜歡 而且現在天氣比較熱 他這個是在骨頭山裡面嗎 有人去過嗎 都沒去過嗎 還是你們都宅在家裡比較多嗎 OK 好那 另外的話其實大家我有個習慣 就是說 他是一個公園裡的一個森林 是一個學校 是不是 那如果不確定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一下裡面 另外他其實還會列出說 目前這個時間點 去的人多不多 那如果你會發現他比平常多很多人 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 其他還有像別的時段 比如說禮拜六我想去的時候 什麼時間去人最少 中午的時間人最少 那禮拜天的話什麼時候人最少 也是大概中午的時間 所以那個地方理論上 可能應該沒有餐廳吧 我在想 應該是 還有人問說 是不是適合小朋友玩 很適合小朋友 OK 虎頭山裡面的 OK 好 好那 另外的話我自己個人習慣是這樣 就是說 會稍微看一下 裡面的評論 那評論裡面當然他會列出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他裡面其實重要就是 最多人討論是哪一個話題 其實是樹屋 所以其實他應該最著名的就是樹屋 OK 然後步道 OK 爬山 應該是還蠻健康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大自然的應該是 這裡應該是還蠻適合 另外還有什麼天堂 貓頭鷹 裡面還有貓頭鷹 踏青 兒童 為什麼放電 放電什麼意思 如果你不知道點下去看看 放電 我知道什麼叫放電 因為我小朋友體力太好了就要放電 他放他沒電的話他回去就比較好睡了 我應該是這意思 所以這個應該是屬於小朋友的景點 另外的話 我自己個人比較習慣 我會不會選擇去 其實還有一個 一個方式就是我會先看一下這個 這個評分裡面 其實他理論上一般 都會是比較高分的 但是我的習慣是會看最低分 評分最低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看完評分最低 假設我還可以接受這個地方的話 不過你會看到評分最低 居然都還有四顆星 好妙 沒有人有一顆星的 顯然這個地方應該是去 應該是非常 非常 好的一個景點 OK 不過他的缺點應該是 比較不好停車吧 OK 其他的話類似像這樣 今天的話 主要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希望 找一下 台灣地區 著名的景點介紹 或者是說 桃園地區的景點介紹 或者是說 你還可以在縮小範圍 比如說是 原置附近地區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在 稍微把它 再縮小一點點 像我們現在在哪裡 允許一下 如果我想知道自己 的位置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 他可以 現在在哪裡 他好像沒有 抓到我的GPS位置 那就可以呢 再去找一下附近 有哪一些 比較重要的景點 桃園 OK 好 龍潭 錯方向 你看在這邊吧 好 類似像這樣 那再來的話呢 所以你們可以再想 因為今天我們這一題 我是希望說你們可以再把它稍微改一下 改成介紹 就是 某一個地區的一個 著名景點介紹 OK 那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請各位一樣 到雲端裡面看一下 我們這一題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說 104題旅遊相簿 所以第一個你們需要先 找到所謂的素材部分 那素材部分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總共有 應該是 四個景點 那 總共的話呢 也是挑出 總共是幾張照片 總共每一個景點的話 是四張照片 所以這邊的話有四張是 九份老街 然後有四張是 日月壇 然後在南莊 再來墾丁 OK 那如果說今天呢 我希望利用那個PVT 幫我呈現出那個相簿的話 那並且這個相簿呢 也可以跟別人分享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不過 跟各位講一下 現在那個 PowerPoint 其實我是覺得 蠻好用的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如果你將來要把你的簡報 分享給別人的時候 你當然寄給他 可是現在 好像似乎現在越來越少了 就是說 喜歡用附加檔案 所以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說 像我個人的習慣是 我會再把他丟到那個 Google上面 就是說把他轉換成Google的簡報 那Google簡報裡面有個分享功能 也就是把他變成雲端 OK然後再共享出去 那但是會有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把他轉換成Google簡報的時候 可能會有相容性問題 有些功能可能在Google 在那個 我們的 那個PowerPoint裡面呢 有這個效果 但是放在 Google簡報上面 可能有些效果會不見 或者是說他沒有這個功能 那就會有一些問題產生 不過你們可以試試看 也或許可以用Google簡報 做一個共用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大概 來 稍微了解一下這個題目 他首先的話 第一個 他是說什麼 本集是梅林 梅林應該是一個人吧 將旅遊所拍攝的照片 要製作成數位相簿的簡報 也就是說 當然要怎麼去分享相簿這件事情 其實應該每個人都會需要 都會有分享相簿的一個需求 只是說用什麼方式呈現 會比較有系統 而且完整 而且對別人來說也方便 那當然他選擇用PowerPoint 這裡的話他希望分享你的朋友欣賞 然後梅林將第一張投影片呈現用相簿目錄 所以也就是說第一張投影片 他是相簿的目錄 然後只要點選用地址上面的超連結就可以看到相關的照片 然後呈現互動感 OK所以他的需求是這樣 能夠有互動感 然後 第二個的話 將簡報 把它 置入 貨物素材 那素材的話 其實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素材裡面 包含幾個 就是說 第一個 就是他的照片 照片的話總共有16張 總共這邊有16張照片 另外他還有哪一些東西 他還有一個Google地圖 這邊可以看到 台灣地圖 另外這邊還有一個Think Bag 這個Think 這個 這個 就是那個佈景主題的部分 另外這個應該是我們原始檔 OK那所以這些就是我們要的東西 那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東西 通通都整合在一起 他這邊 底下有說設定目 讓互動連結在一起 所以他有個需求 OK 那當然呢 這邊他 放的照片呢 主要就是一些 著名景點 當然好像我記得 有一些票選活動 就是說呢 你認為台灣地區哪一個景點最著名 OK 那好像國外的觀光客 必去的景點第一名 其實應該就是九份 我其實好像有這個數字 所以曾起何時 那個曾經去九份 你會發現 人滿為患 到處都是人 滿滿的 而且都是外國人為主 那現在的話當然因為疫情的關係 人就不進來了 那 另外的話提供 給各位一個 我覺得 有有幫助的一些相關功 像雲端上面 像剛剛看到Google地圖之外 其實呢 Google裡面 有一個功能 要Google的相簿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用用過這個Google相簿的功能 那這個 Google相片 Google相片的話呢 其實 他 最近的一些功能 我覺得越做越好 雖然說他現在要收費 不過 有些功能其實還蠻好 包括就是說 你想要找 你曾經照過的人 他會做人也辨識之外 甚至 比如說像我在 我的相片裡面 想要找什麼 OK 然後呢 你就可以在上面搜尋一下 OK 搜尋什麼呢 搜尋那個地址的關鍵字 或者是說 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那個 人臉 他會幫我 把所有的照片 通通都列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功能其實還蠻不錯的 那不過前提是說你可能會需要開啟那個 就是你的手機上面的GPS 另外的話 有一些 像時間軸也是一樣 他也會記錄 就是你所有去過的地點 甚至你曾經 幾月幾號去過 他還會幫你列出來 所以其實這些功能的話 不妨你們可以多多利用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那個剛剛講到這一題 稍微再 說明一下 那首先當然第一個 他說 先幫我開啟這個PPD-01 然後最後存檔 請各位存成PPA-104好了 就不要存成PPA-01 因為01的話 變成每一個都PPA-01 然後他這裡面的話 他說 有一些功能 這些相關敘述 所以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開啟 這一個 我們足以來看 第一個的話 他是要新增相簿 然後把 把那個 景點匯入進來 然後並且存成PPA-01 這個存成104好了 所以 第一個的話 我們就是先開啟那個 我們的簡報 這個地方他 直接就先開啟 所以 跟前面那一集不太一樣的部分 就是說呢 我們開啟那個 PowerPoint 然後再來的話呢 開啟 空白的簡報 那接下來的話呢 你們可以找到插入 裡面有一個插入那個什麼 相片 插入相簿 新增一個相簿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 第一個動作呢 他是希望說 幫我把什麼 把 這些照片 通通都放進來 總共有16張 那我這個16張照片的話 當然 我可以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 不過他有順序喔 他要簽9份 再來南莊 再來日月壇 再來墾丁 那這個排列的順序 應該是按照那個 就是由北到南的 那個順序喔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但第一個 你先開個空白 的簡報 那第二個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那個相片 放進來 那你可以看到插入 相簿 有個新相簿 那你可以點選 由此插入圖片的選項 檔案 然後找到呢 我是把它解壓縮到桌面上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桌面上有那個 PBT的練習機 那並且找到 104 並且把這些所有的相片呢 把它選起來 選完之後的話按插入就可以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 他就會有總共16張照片 就通通進來 那再來 不過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他的順序好像不對 應該是先南莊 再日月壇 所以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這幾張照片 怎麼樣 把它選起來 那但是我要把它移動到下面 當然移動的話 你會發現這邊有上下 不過你會發現 我們如果要四張一起移動 這條可不可以 我試一下 如果 假設四張一起的話 理論上應該是按SHIP鍵 看一下這個有沒有支援 他好像沒有支援 所以你按SHIP鍵呢 他沒有辦法幫你 做連續選舉的話 那表示說 他沒有支援 怎麼多選 那怎麼辦 變成你要一張一張移動 他怎麼移動 你請你把 日月壇的第1張移動到南莊的下方 所以呢 就點選第5張照片 然後按 箭頭向下 OK 不過他好像一起移動 所以如果假設你 他這個功能設計 比較不人性化 這個UX 做得好像 不是很 所以其實我們 只要勾選就表示說按SHIP鍵 OK 所以 記得把 這四張打勾 然後呢 按下向下 他就四張一起 我記得好像舊版 舊版本好像就是 變成你要一張一張移動 其實比較不人性化 再不然的話 就是說有一些 以前的功能 或者是別的地方 他是可以拖拉的 但是我們這個地方是沒辦法拖拉的 好了之後的話就完成這個順序的安排 再來的話就是說 他要每一張投影片要放四張 那圖片的外框是這一個叫 簡易框架白色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張投影片要四張 所以你就找到四張圖片 然後呢 再來的話呢 他的什麼呢 他的這個外框 圖片外框 所以這邊有個外框形狀 他要檢疫框架白色 選這個 OK 所以這外面就有檢疫的框架 再來的話 布景主題部分 布景主題的話 他這邊已經有提供給我們叫POTX 這個POTX 其實就是 一個布景主題的 一個 這個叫什麼 樣式檔 所以我們只要選擇 這個在哪裡 其實就是在我們現在的這個幕幕底下 這邊就有這個檔 那我們就把它選起來 這邊他瀏覽一下 那找到哪裡呢 一樣找到桌面 桌面的話找到我們104題的這個 叫 這個檔 OK 複雜名是POTX 按選舉就可以了 選完之後的話 最後看一下還有哪些地方要設定的 他還有沒有 我印象中好像是不是 每張圖片下方 有該圖片的檔案名稱 所以 這個要設定 剛剛這個漏掉 哪個地方呢 下方會產生標題 你會發現標題在所有 圖片下方 這個要打勾 OK 所以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是 在插入相簿 新增相簿之後的話 然後把這四張移動到 這個南庄的下方 並且設定123 然後這個記得要打勾 然後按個建立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產生一個新的相簿了 那這個新相簿 各位可以發現 他其實呢 是另外在產生一個 PPT的檔案 所以你會發現原來的檔案是空白的 所以這個空白檔是可以把它關閉 要不要存檔 完全不用存檔 所以他會產生一個新的相簿 類似長這樣子 好那就完成了這個 第一個題目的設定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第二 那這一題的話總共會有幾個題目 總共會有 底下一直到6 所以 我們待會再來看 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字幕一直不停 也請給大家看 我們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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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